大家好,我是Garmy Product Trainer的BOBO Garmy的手錶具有游泳模式 能夠記錄游泳活動與泳姿 今天我將說明Garmy手錶如何量測並記錄您的泳姿 以及您應該要追求的理想泳姿 來提高追蹤準確度 具有游泳功能的Garmy手錶裡 有加速度計,可量測您的動作來判斷您的游泳姿勢 當重複某個姿勢時 加速度計會量測您的動作以確定您正在游的姿勢 每個人的姿勢多少有些許不同 但只要誤差範圍不過大 它依然可以正常運作 換句話說,如果您突然做了不同的動作 或是速度有變化 則可能導致量測錯誤 以自由式為例 如果您以正確的自由式游泳誤差範圍內的姿勢 重複相同大約四次以上 則手錶會自動以自由式記錄您的游泳 那要如何改善泳姿 來提高手錶的追蹤準確度呢? 首先,我來解釋自由式 並攏手掌向前延伸 彎曲手肘抓水 手臂向外,向後方推水 手下滑到最低點後 自然地將手往後推 繼續推水至大腿外側 然後 將手肘向上彎曲 保持高肘曲臂的滑水姿勢 再將手放回到前面 下一個是挖式 將手臂向前伸直 滑到略大於肩寬的寬度後 雙手手掌向外,向下抓水 接著,手掌向內旋 在胸前向上,向前 最後手臂朝前方伸直 即完成一次挖式滑手的動作 接下來是蝶式 向前伸直雙臂後 與肩同寬 彎曲雙手手肘 用大手臂,小手臂,手掌 同時抓水,向後滑 向後滑時,掌心向後 將手往後推至大腿外側 直至接近大腿時 兩掌心轉向內 接著,迅速將手臂提出水面 雙臂同時以一種低而平的 拋物線往前擺 雙手在頭部前方入水 即完成蝶式手部的滑手動作 最後是仰式 浮在水面上時 雙手先放在大腿兩旁 將左手抬起時 手臂保持伸直 手臂碰耳朵後 接著 手掌轉至小拇指先入水 手入水後在水下 將手軸彎曲 並將手推水至大腿旁 接著 將手直直抬出水面 進行下一次的滑手 以上就是本次的內容 謝謝收看 Garmin祝您游泳開心 開心游泳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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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